要不要請君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跟這些真的是教授級老師級的超級專家合作 心情怎麼樣 其實我第一天到北京的時候 我在去之前我就給自己打了很多搶心針 因為對我來說 我們真的就是去做一個國際化的事情 然後真正第一天遇到這些老師們 我們其實在錄音之前還特地去聽了他們的一場音樂會 然後我深深的被他們的音樂所震撼 然後心裡想說我真的是要跟這些人 老師們一起合作 然後整個錄音的過程呢 就是專業度當然不在話下 然後所有的技術所有的我們都不講 然後可是最讓我佩服的一點就是 老師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是同期錄音 所謂同期錄音就是所有大家一起錄 然後就是小提琴啊 管樂啊大家一起錄 然後我們前面有彩排 然後彩排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老師跟你 他們不是在拉自己的 你會覺得說大家互相在配合 你這句這樣一點他就那樣一點 你這句多給了一點什麼情緒 他小提琴立刻就補上了 然後整個錄音的過程就是 非常的過癮 然後也非常的感激 那我要問一下 因為所有的老師都那麼專業 那你有沒有不小心突扯這種老師 幹什麼會不會啊 你一個人耽誤我早上的進度 還是說別怕孩子啊 我們都在啊 你加油 是哪一種 太錄音了 因為錄音的時候我們都有歌詞啊 就不會唱錯 不會唱錯 然後老師們其實真的都是 就是就是說哎呀挺能唱的啊 不錯 還不錯 這聲音還行 這個BABY老師帶來的聽不耐的啊 覺得還可以 然後說哎呀 BABY 你的聲音不錯啊 對 是叫BABY不是叫BABY嗎 也有 哎呀 BABY 唱得好 你的聲音不錯啊 那也奇怪 是的 所以我們待會也要讓大家來 跟我們分享一下花絮的部分 另外一個再問一下 在月光盒的部分有跟這個美秀姐合作 對不對 對其實我跟美秀姐認識了也差不多快十年了 認識很多很多年了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一起合作過 是 我們都各自在演舞台劇 然後他在演他的舞台劇我在演我的 然後我們中間就是 時常會遇到 然後這一次我月光盒的MV 就是跟美秀姐講說我們要拍這個MV 然後就他也就一口答應 然後就說哎呀 你的作品你的MV 我當然就是情意向你 所以他真的二話不說就立刻答應了 對 因為我們要跟大家分享啊 在裡面有一個很可愛是俊逸特別設計的家常便飯對不對 你做的這幾個美秀姐有現場吃過嗎 有 我裡面其實做的比較 因為湯要熬比較久 所以我湯最早做 然後我湯熬完之後呢拿去拿了一碗給美秀姐喝 他說哎呦 阿娜 牛煮 真的 好喝 我說你不會覺得太鹹嗎 我都我真的沒有加鹽吧 我都是用高湯 他說這個甜這個鹹還不會很討人厭 真的 你好會把美秀姐那個表情點出來哦 所以在這個專輯裡面除了是歌聲 讓帶給大家感動之外 我們還要從味覺上也讓大家獲得很多滿足 對 那這個只是一個我們的小小心意 因為平常都是我們都吃媽媽的菜 然後每天媽媽都煮的這麼辛苦 然後我也不是什麼厲害的大廚師 我們就是做一個很簡單的 母親節就一天 然後你就做一頓給媽媽吃 就是簡簡單單的吃 對然後隔天便當還是叫媽媽繼續煮就對了 對 不然你吃完便當還是要幫你準備哦 對 對